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因为很多人觉得 建立与神的关系很难 有些人说 好像耶稣与耶稣这么亲密的关系很难 有些人说 很难很难 但我告诉你是不难的 当你知道是不难的时候 你就会有动力 你就知道 你跟从神是不难的 因为神会帮助你的 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 你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有人对你说你要努力 要努力 要你努力了 然后人没有 你努力的时候 人就是说你努力不够 你做得还不够好 你尽量做好 人还是看到你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有没有犯着这个情况 但神不是这样的 神是当你做任何 正从祂的地方 神就很开心 祂因你 患心喜乐 莫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就欢呼 我们这样亲近神 神就很开心 我们也可以开心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会知道 讨神的喜悦 是不难的 当然我们不要犯罪 你犯罪的时候 神就不喜悦 你犯罪的时候 神就不喜悦 我找这个遥控 我们 我不是说你犯罪 讨神喜悦是不难 不是这样 你犯罪你要马上处理罪 马上求神圣灭 也知道罪的可怕性 在里面就说 犯罪更不好 犯罪更不好 犯罪 魔鬼就攻击你 魔鬼就偷窃杀害毁坏 你整个生命就破坏 很多人不知道犯罪的恐怕性 他们很多烦恼 常常想着问题 很多困难 人都不好 我要发怒 我不开心 很多人就是整天 都是想负面的东西 想负面的东西 不知道这个是罪 反而不是出于信心 就是罪 没有信心 就是罪 烦恼就是罪 埋怨就是罪 他们不知道 埋怨 负面 就会 整个生命就越来越多困难 这个是罪 或者是 想不好的东西 有些 整天都想 人不好 我憎恨他 我不喜欢他 困难 事情困难 都是想不好的东西 你越想不好的东西 魔鬼越攻击你 你越不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 整天都是 想着神的美好 而且你真从神 神必定喜悦 你就可以开心快乐了 好了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真心悔改 任何人 一起读 真心悔改 和悔改 和离开罪 神就喜悦 和赦免 有没有听过 耶稣说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要为他欢喜 所以你悔改 你说神啊 我有罪了 求你赦免我 整个天堂就为你欢喜了 如果你离开罪 憎恨罪 神都喜欢 这样的话 你听见神 神喜欢吗 神也喜欢 你做什么好的东西 尊重神的东西 神都喜欢 第二 当你真心祷告 神就祝福你了 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藏在里面 既然就剁结果子 耶稣应许的 你藏在耶稣里面 你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会不会不理你啊 不会 他不会放下你 你常常爱慕神 你整个生命就祝福 我们信靠神 爱慕神 不代表你不做平日的工作 你需要做的 你需要做 你读书的 你需要读书 你做工的 需要做工 例如我 我整天都很努力的 预备我的长道 整天都帮助人 整天都做 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不会浪费时间的 我告诉你 从早上到晚上 我都不浪费时间 但我是很享受的 我做什么 我正从神的地方 我都一边 想着耶稣 哼着歌 我预备讲到也是这样 我讲到也是这样 我们的心 去爱神的话 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藏在你的里面 祂就喜悦你 你就多结果子 你整个生命就结出果子 你做什么都做得好 我告诉你 我现在这样 越经历圣灵 越轻松 我讲到越好 人就觉得越轻松 越容易明白 哈利路亚 小孩子明白吗 你们明白吗 明白我说的吗 你祷告 你证信 耶稣我需要你 耶稣我证明你 神会不会说 我不理你了 会不会啊 神会说 这个小孩子 我很喜欢啊 这个小孩子 可不可以这样想啊 你真的爱神神 就为你开路 我告诉你 我信了耶稣就好 我一生人都去祝福 很多各方面的祝福 我遇到很多很好的人 各方面给我的生命 很大的祝福 我遇到很好的弹琴的老学 我遇到很好的唱歌的老学 所以我唱歌也是 这个也会教导你们的 怎样有共鸣的声音 这个声音 这个共鸣的声音 这个共鸣的声音 这个力量 也很轻松 耶稣 加美耶稣 哈利路亚 我是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学 他帮助我 我也看到不同人讲得很好 我就留意他们怎样做 其实我所用的方法是 我没有看过别人做的 神给我这种轻松 因为我知道 我做什么尊重神的地方 神都很喜悦 他就在笑 圣经里面说 西方亚书上证17节说 他以你欢心喜乐 默然爱你且以你喜乐 而欢呼 他就很开心了 然后我们真心爱主的时候 神就为爱他人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你没有想过的恩典 我告诉你 我的家庭是什么的家庭呢 我的家庭他们常常赌博 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有做工赚钱 我赚了钱买了衣服 买了衣服放在家中 然后有一天我找个 这个衣服没有了 不是一次 是几次 衣服没有了 去了哪里呢 他们去了 卖了 去赌博 当时是可以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卖 然后 去拿的钱 去赌博 我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 但神为我预备 给我机会去读书 我也很努力的 我读书很努力的 神给我读了一个学习社会 在大学 然后在神学院 我有两个硕士社会 我曾经在神学院教导的 神给我很多读书的机会 因为我认识很多很好的人 这个是恩典 也有我的太太 如果你爱神的话 神可以给你很好的婚姻 这个是我的太太 跟我一起拍的照片 这个 这个是 她不但是美貌 她是很 很有聚会 很有爱心 对我极度的好 非常好 非常关心我的 非常关心我的 有文字 钉了我 然后 她会问我 过一天 她会问我 这个文字钉的地方怎么样啊 她会记得 她会记得 我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这个就是她对我的爱心 她是 神为我预备的 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爱神 那我就告诉你 有些人 神没有安排你结婚 不一定要结婚才快乐的 刚才祷告快乐吗 你也可以快乐的 但你说我没有钱了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神可以为你开路 我曾经很困难的情况 我也经历过很困难的情况 然后神为我预备工作 很困难的情况 神也可以为你预备的 好的 你爱主 神就为你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这个是 哥林者前书二章九节 你没有想过的恩典 就会赐给你 然后将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耶稣不是说 你要做很大的事情 才不能不得赏赐 一杯凉水容易吗 这是做最容易的事情 做正宗神的地方 你帮助人 你在这里见到很多朋友 你就对他们好 关心他们 也可以与他们一起祷告 神就喜悦你的 你对任何的人 在这里帮助他们 你去到外面 也帮助他们 祝福他们 也传福音 神就喜悦你 耶稣不是说 你要带领人信主 我才赏赐你 他说一杯凉水 所以你有机会 就坐在人身上 神就喜悦 我整天都祝福人 神就喜悦 你也可以的 你可以有神的能力 但这个需要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呢 用时间去祷告 要有神的同在 才有祝福 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力量 我靠着那叫我力量的 我靠着那叫我力量的 然后我就要慢慢谈 看我是怎么谈的 神是教导我的 这是我说 你爱神的话 神就为你预备想 也想不到的恩典 你想不想神祝福你啊 你整个生命都可以祝福 而且是不难的 你不停地坐在人身上 神就祝福你 你不停地祝福人 神就祝福你 这里说什么呢 你真心悔改 离开罪 如果你发觉 现在你有这种烦恼啊 有怒气啊 有憎恨人啊 敬看人啊 有无谓的意念啊 如果你的里面 有想啊 想着女孩子啊 想着男孩子啊 想着里面不好的东西啊 你就求神赦免你 洁净你的内心 里面想套东西啊 想骂人啊 你就求神赦免你 你就说我不要套东西 因为我套了东西就好 我告诉你 你套的东西很少 但神将你很大的恩典都拉走 但你祝福人的时候 你虽然祝福很少 但神将很大的恩典给你 我再说一次啊 你套了很少 你跟我说 你套了很少的东西 魔鬼就将你很大的福气拿走 魔鬼就将你很大的福气拿走 然后 你做少事好事在人身上 你做小的好事在人身上 你做小的好事在人身上 神就将很大的福气降在你身上 是不是很好啊 犯罪就失去很大的恩典 但尊重神 跟我说再说啊 犯罪就失去很大的恩典 我爱神尊重神 就得到很大的恩典 是不难的 我们悔改离开罪 神就喜悦 真心祷告 神就喜悦 什么是真心呢 有些人祷告是这样的 祷告有看人啊 有谈话 有退一退旁边的人啊 这样祷告 是不是真心啊 不是 他一边做很多事情 我们祷告 就想着耶稣 耶稣你真好啊 耶稣你真好啊 你就好像我这样 喜乐就涌出来了 神就同在就临到我身上 然后你真心爱主 神就为你预备的想 也想不到的恩典 然后你尊重神 一杯两水都不能不得赏赐 然后你带领人信主 更大的赏赐 你帮助人爱主更大的赏赐 是不是很好啊 非常好的恩典 哈雷路亚 感谢天父 又没有反应 好的 这个是我刚才说的经文 一个罪人一起读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这个路加福音15章7节 这是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为你欢喜了 所以你决定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 整个天堂就为你欢喜了 然后藏在耶稣里面的 藏在我里面的 耶稣也藏在祂的里面 既然就剁这些果子 祂就改变你的生命 你整个生命就会改变 但如果不藏在耶稣里面的 就像自己掉在外面 哭干人 洗起来 扔在火里 笑了 所以我不是说你犯罪 也容易讨神的喜悦 不是 犯罪你就悔改 要你尊重神 神就喜悦 你继续犯罪的话 就不能讨神的喜悦的 继续犯罪 必定要悔改 如果你常常 做不好的事情 骂人啊 发怒啊 你需要悔改 神就改变你 祝福你 好了 这里这个经文很特别的 马太徐章四十一节 一起读 人因为献祭的名 借贷献祭 必得献祭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义人的名 借贷义人 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是你遇到献祭 一个伟大的 侍奉神的人 你不是这个献祭 他是献祭 你不是献祭 你说我做不到献祭的工作 你就接待他 对他好 然后你得到什么 得到他的赏赐 所以你对我好 你得到我的赏赐 是不是很容易 难不难 你不是这个献祭 你不是这个牧区 但你对他好 你帮助他 你就得到他的赏赐 然后你找不到这个献祭 你找到一个义人 一个基督徒 然后你接待这个义人 就得到什么 义人的赏赐 所以你想得到 别人的这么大的祝福 你就对他好 善待人 然后你也找不到义人 你只找到一个小子 这样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你也不能做大事 就是一杯凉水 耶稣就说什么 就是做最少的事 在最少的一个小子身上 都不能不得赏赐 是不是很简单 当然你不要停止 在一杯凉水 你不要停止 在一个小子 你要继续祝福更多人 是不是 然后这里解释 到底做在什么人身上 马可福音9章41节去读 凡以你们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学生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是将水给谁啊 给谁啊 这个经文说给谁啊 给属基督 属基督的人 属基督的人是什么人啊 基督徒 这是说主要坐在基督徒身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坐在 非基督徒身上 带领他们信主 但不是 但是做普通的善事 有些只是做普通的善事 对普通人做善事 但没有传福音 这个没有 神不会纪念 但你做了善事 然后传福音 神就纪念 主要是坐在基督徒身上 也坐在非基督徒身上 然后最小的事情 也不能不得赏赐 你想 你愿意这样做吗 而且这个赏赐 是今生可来生的 不但是将来的 是现在 怎样赏赐你的 你整天有平安喜乐 神祝福你的道路 神祝福你的家庭 赐给你平安喜乐 赐给你生灵的能力 非常好了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 尽量做善事在别人的身上 也求神给你机会 做更大的事情 什么是做更大的事情呢 我告诉你 首先你能够帮助你的朋友 更爱住吗 难不难啊 不难 你帮了一个朋友 能不能够帮两个朋友呢 能够了 帮了两个朋友 能不能够帮助五个朋友呢 那你就越帮越多人了 是不是 你帮助更多人了 第一 这是你学习怎样 好像我这样的教导 我这样的教导 救援觉得很容易 你做什么小事 在基督 基督徒身上 属基督的 你要将这个经文放在记忆里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 坐在属基督人身上 你就不能不得赏气 你就告诉他 你这种神 神就喜悦你了 你悔改 神就喜悦你了 他就开始悔改 他也开始爱主 见见神 也开始做好事 神就喜悦他 你就建立这个人的灵命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你将我今天所讲的 告诉人 你做什么好事 正宗神 神就喜悦 你就去做 神就喜悦了 这样的话 这个人改变了 他整天都祝福人 整天都帮助人 你就帮助了一个人爱主 你帮助这个人爱主 神就喜悦你 首先你帮自己更爱主 你今天会不会开始更爱主啊 我希望你都会更爱主 你更爱主的话 神就喜悦你 神就祝福你 神就祝福你 我想问你 你爱主 神看到吗 神看到 他的眼睛 查看前地 前地 查看人的内心 心肠肺腑 神都看到 没有事情是隐藏的 然后 你有罪 神看到吗 神也看到 所以有罪就悔改 然后你尊重神 神就看到了 好的 所以希望你 帮助一个人 就帮助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然后慢慢 你不但去帮助 你的朋友 你将来帮助更多人 好像我今天这样 帮助一群人爱主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好了 我们现在讲 第二个主题 这是说 什么动力 怎样有动力 去一起读 信靠 亲近 爱 正从 和侍奉神的动力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有动力 整天祷告 我告诉你 我可以很长的时间 祷告的 为什么我有这个动力 为什么 我可以在家中 享福 不出外面 宣教 我可以在家中 每天享福 不做其他事情 都可以的 但 为什么我有动力 去做了 我就告诉你 这四点 我希望你 放在记忆里 第一 要明白 神是所有福气的来源 一起读 《历代记》上 二十九章十一节 耶和华 尊大能力 荣耀 全圣 为人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 都是你的 我都也是你的 并且 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守 丰富 尊荣 都从你而来 你也至理万物 在你手里 有大能 大力 使人 正大 强盛 都处于你 这个是大卫 神给他 这个亲近神 诈美神的恩典 恩赐 他也做很多大事 他胜过这个 巨人 格利亚 他为神做很大的事情 成为神所喜悦的王 因为神知道他的心 神是所有能力的来源 在你里面 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 正大 强盛 都处于你 他知道你的心 他知道你爱主 需要多少 刚才打高手 到底你爱主的心 有多大 有些人是这样的 看东 看西 望来望去 爱主的心不大 没有耐心 但你看我这个过程 整个过程 我都爱慕神 我全是尽力的爱神 因为我知道 神是所有能力 正大 强盛 都在他的手中 所有你需要的 都在他手中 他会帮助你 将来你的生命 会提升到极高的程度 我告诉你 我在1998年 经历圣灵充满 就是这个布道教 为我安守 经历很大的能力 然后有神 很大的爱 我就非常的感激神 我就很多时间祷告 然后用很多时间帮主人 然后去宣教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也处理生命 神就不同方面带领我 我尽力去做 当我尽力去做的时候 我也知道 神是掌管一切 我尽力去做的时候 神就祝福我 所有所做的 因为所有能力 在他身上 要与我同时 尽力圣灵的人 有一群我的交友 我带他们去 这个聚会 一起领受 但这些人领受了 很多很快就忘记了 很快就忘记 没有多亲近神 没有多尊重神 没有多侍奉神 他们的生命就不会提升 但我首先相信 神是万物的创造者 万物在他手中 你教育的事情 都在他手中 他能够凡事祝福你 你相信吗 我希望你相信 唯有神能够祝福你 不需要净钱 净钱不能解决你 所有的问题 是神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当然有金钱 我们也 有神我们也处理生命 必定要处理生命 全面性的尊重神 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 你想不想 读书很好啊 我告诉你 我去外国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是读英文的 进入神学院 我们就要考试的 我去考试的时候 他们这些同学 都是本身讲英语的人 我们一起考英语 然后 这个 有一个人告诉我 在所有进来读神学的人 考英语最好的 是谁呢 是你啊 你是中国人 你本身的语言不是英语 但我放努力在学英语 他就说 你的成绩是最好的那一个 这是我说 神能够将恩典能力 你想读书更好吗 将来做工更好吗 也建立你的婚姻 让你的婚姻去蒙福的 将来你的家庭去蒙福的 当你尊重神 神就给你智慧聪明 哈利路亚 首先我们明白 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 你不能逃脱神的眼目 你不能逃脱神 看到你的里面 你的里面是不好 祂不会这样大的祝福 祈给你 祂也不能 因为你有罪 就拦住神的祝福的 好了 这四点很简单 这个就是动力 四个要点 一起读红色的部分 神充满爱和大能 第二 神即爱我们 第三 爱亲近尊重 侍奉神 必蒙福 然后第四 犯罪 不尊重神 必有破坏性 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我有动力 继续去侍奉 我也求神给我健康 服侍到一百岁 或者是更长的年龄 求神给我力量 给我健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能够侍奉到什么年纪 但我说我愿意侍奉到更大的年纪 为什么呢 我觉得神给我很多教导 帮助人很轻松的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容易讨神的喜悦 处理生命 尊重神就可以了 好了 首先神是充满爱和大能的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历代记上 二十九章十二章 一起读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都处于你 是你 使人能够成为强大强盛的 有能力的是你 第二 神看重我们每一个爱 我们每一个 一起读 西方语书三章十七节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唤醒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有些人以为神是这样的 以为神在天堂 你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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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以为神是这样的 这你看神是不是这样 神是怎么样 必因你唤醒喜乐 尤其当你进进神的手 神就在笑 哈哈哈哈 他就很开心 而且默然地爱你 默然地祝福你 不停地祝福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我想问你 有没有人见到你就欢呼啊 哇 有没有人见到你就很开心就欢呼啊 没有 你说有 是朋友还是神啊 亲人 亲人是不是 这个很好 你是有福的 但我问你 有多少人见到你就欢呼了 几个 五个 你是有福的 很多人没有了 但这个开心 还不如神的开心 你就明白 神是很 祂的开心 好像小孩子的 神的智慧 是最高的 祂创造所有 都是最高 祂创造我们的脑袋 是不是很奇妙啊 你的身体 所有的部分 都很奇妙 你的眼睛 是不是很奇妙啊 非常的奇妙 每一部分都很奇妙 神是充满智慧 但祂好像小孩子 当你爱主 祂就欢喜喜乐 喜乐而欢呼 他就很开心 这个经文 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有些人以为神是 神不是这样的 神是很容易 很容易讨神的喜悦的 神是很容易开心的 是不是好啊 我们有这个神 好不好啊 好 你有没有看到 庙宇里面的 他们的偶像 是不是在笑啊 没有 有啊 有啊 这是很入气的 有笑 他们 你说入笑 是不是 有笑 有笑的 但他们不是真的喜乐的 他们也不是令人喜乐 但神是令人喜乐的 所以 祂很爱你 不要说 不要说 啊 你很虚很好 但我不如他 我不能好像他 我告诉你 你从今天开始 学习我的教导 常常敬见神 尊重神的吩咐 你的一生就会蒙福 你可以将来成为更伟大的人 帮助更多人 你可以帮助更多人 你想吗 所以神很看重你的 请你对自己说 神很看重我的 神很爱我的 神因我欢心喜乐 默然爱我 且因我喜乐而欢呼 我也因神而欢呼 哈哈哈哈 感谢神啊 好了 然后 第三点 爱 亲近 尊重 侍奉神 必蒙福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 有些经文了 讨神喜乐是不难的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一起读哈 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原心也未曾想到的 这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恩典 都会临到你身上 你爱神的话 你就开始进入不同的祝福 我想问你 这里有多少人 你爱主 你爱主 不但是信耶稣 你爱主之后 你经历更多的祝福的 祝福不一定是财富 可以在各方面 有平安喜乐 有力量 能够帮助人啊 满足啊 各方面的 有谁要经历神的祝福的 请你举手 当你跟从神的时候 爱神的时候 有经历神的祝福 感谢神 我希望我们更多人 都经历神的祝福 我告诉你 有些学生 你读书更好 是不是祝福啊 是祝福 所以你要说 感谢神 神现在帮助我读书 更有动力 这个也是祝福 好了 第四 犯罪不正从神 必有破坏性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不要 有几度啊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这个三十八年病患的人 医好了 耶稣对他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有些人以为是这样的 我犯了罪 求神消灭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 你真心悔改 神真的会消灭你 但你还有罪的后果 我用一个比喻 你骂人 要你求神赦免 你也请他摇树你 但你骂过人之后 他在心中有没有一个 你骂他的印象在里面啊 如果你骂他十次 一百次 他能够洗掉这个印象吗 很难啊 因为他记得你发录的时候 你骂他的时候 用的言语 你的表情 就会记录在他的记忆里 他与你的关系 会不会受影响啊 会的 所以犯罪 虽然你求神赦免 神会赦免 但你与人的关系 就有影响 与神的关系也有影响 因为神知道 你不是全心爱他的 你自己的内心 也没有平安 也没有神 很大的祝福 很大的能力 你想有很大的能力 你需要多祷告 离开罪 完全的尊重圈 就蒙福 所以这四点很简单 我再说 我们再读一句啊 神充满爱和大能 因为他所有的恩典 都在他手中 他充满爱 他很爱我们 他也有能力 祝福你的生命 第二 神既爱我们 很爱你 很看重你 你是很宝贵呢 你告诉旁边的人 神很爱你 神很爱你 你教一教他 神很爱你 神看重你 你是很宝贵的 然后第三点 一起读啊 爱 清真 正从 侍奉神 必蒙福 为什么必蒙福呢 因为耶稣说 一杯两手 也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你帮助人的灵命 能不能够得到赏赐啊 能够 神的赏赐 是不是好像学少 有些小学少 有什么赏赐呢 你读书很好啊 给你一句笔了 这个是你的礼物 有些小学少 学少是不是这样啊 你读书很好 一笔 一笔 你像天堂的小神 是不是说 你做得很好 好了 我给你一句笔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小的礼物啊 不是 他的礼物 远超过你所做的事情 你帮助人 神给你的祝福 是今生来生 是很大的恩典 你会发觉越来越多祝福 你听我的话 我告诉你 我将来再见到你的时候 你会说 耶稣 我听了你的话 去爱神 尊重神 侍奉神的时候 我就发觉很多的恩典 临到我身上 我希望你们都是 明白这一点 然后 有些听了这句话 没有反应 继续犯罪 不尊重神 懒惰 放弃生命 没有动力 后果是什么啊 遭遇的更加厉害 后果必定更不好 是不是 圣经很清楚地说了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甚至情欲啥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 你要不要败坏啊 圣经已经说了很清楚 而且在加勒太书 五章十九节 十九节至二十一节 讲到不同的误会 邪当 营炼 这些各方面的罪 然后 说什么呢 行政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所以继续犯罪 不悔改的人 可以不能进天堂 有些人在教堂里面 他们是表面地去教堂 但里面没有心 讲道了就马上睡觉 讲道了马上睡觉 对神的道 没有兴趣 完全与神没有关系 没有悔改 有一天可以去 不能得救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点 能够放在记忆里吗 能不能够说出来 不看这个荧幕 这是神是充满爱和能力的 然后神极爱我们 然后我们信靠 去爱 信尽 真从 是封神 必蒙福 做神吩咐的 必须蒙福 然后犯罪 不真从神 必有破坏性 那里要走 哪一条路 两条路 第一条是蒙福的路 第二条路 是破坏性的路 你有没有发觉 有些基督徒 家庭常常吵架 不开心 常常烦恼 你看一看他们的生命 他们虽然有些时候 说祷告 但没有爱人 是不是 没有关心人 他们的生命 是不是好的 你看到有些基督徒 家庭常常吵架 他们的生命 是不是好的 不是好的 但有些基督徒 你看到他 整个生命都是美好的 整个生命都蒙福的 你要走这条路吗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将来长大都是这样 但我告诉你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 跌倒 有些人依奉神 第一 有些人没有力量 因为小亲近神 没有崇神的力量 所以他们依奉神的时候 没有果效 也很烦恼 很有压力 如果你生命有压力 有些人说 我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的儿女不好 就很烦恼 但我告诉你 而你不好 方法是不是烦恼啊 方法是什么呢 依靠神 有平安 喜乐 看中你的儿女 就说你是很宝贵的 我看中你 你正从神 神就喜悦 你读书 神就喜悦 我也开心啊 你什么想神开心 就祝福你啊 你想想告诉他 你是很宝贵的 你是很宝贵的 知道吗 你是很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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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们每个都相信 你是很宝贵 你就发挥生命 你让周围的人都觉得 他是很宝贵 我告诉你 我一天多次的告诉我的太太 我很爱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跟你一起 我快快见到你 我都是常常这样说话 令他很舒服的 他与我一起都是舒服 我令周围的人都觉得舒服的 周围的人与我一起都很开心的 我希望你也是这样 你都是祝福人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这四个动力 能够放在地里吗 真的 正从神 神必定祝福你 我告诉你 我不想停止 释放神 这是到我快要死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在我旁边 我快要死了 我还是会说 神祝福你 我为你祷告 耶稣加力量给你 然后我就去了天堂了 到最后一分钟 我还是想释放神 为什么呢 我觉得释放神是最好的道路 所以我整天都多进进神 神就给我很多教导 我告诉你 我听过很多讲道 我都没有听到人说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 这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做的 一杯凉水 不能不得赏气 是神说的 是不是 我们都可以很开心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整天是怎么样的 再没酒 哈利路亚 神就喜悦 哈哈哈哈 我就开心 哈哈哈哈 我就帮助人 神就喜悦 哈利路亚 有人找我 我就帮助他 神很喜悦 哈利路亚 我也开心 哈哈哈哈 我是整天在这个状态 我未必是 哈哈哈哈 但我里面是很开心的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我整天都告诉自己 圣经说的话 听见神 神就喜悦 爱神 神就喜悦 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神就喜悦 我整天在这个状态 所以我整天都喜乐 这个是喜乐的秘诀 你有看过多少喜乐的基督徒啊 是不是很多基督徒 都是很多烦恼啊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这个秘诀啊 有神的恩典 也有人的恩典 人对你好 是不是恩典啊 另外 有不好的东西 有没有啊 人的不好 自己的困难 我是常常看着神的恩典 和人的恩典 我也遇到人的困难 但我遇到人的困难 我怎么办呢 我就处理 我处理了 就不去思想 我不会整天想 哎呀 这个人不好啊 哎呀 我帮来帮去 他也不改变啊 哎呀 怎么办啊 哎呀呀呀呀 我不会这样的 我做了 我应该做 我就放手了 不好的东西 不要继续去思想 我想问你 你喜欢吃垃圾吗 是不是有空 你就找垃圾啊 哎呀 我要吃垃圾啊 很多人去想了 整天都去吃垃圾 哎呀 他对我不好啊 哎呦 这个人骂我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 每一个都不好啊 所有人都不好啊 世界都不好 哦 他是吃垃圾 你是不是吃垃圾啊 有没有吃垃圾啊 有没有想 常常思想不好的东西啊 有 谢谢你的诚愿 你就开始多思想 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了 啊 神这么美好 神将圣灵赐给我 神将好的基督徒 放在我周围 神给我这些好的教导 感谢天父啊 所以我告诉你 今天我所讲的教导 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跟我说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让我悔改 跟我说 天上就为我欢喜 我亲近神 神就亲近我 祂就住在我的里面 祂就叫我多结果子 我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恩典 我正从神 服侍神 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 就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做最好 最小的好事 也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然后 爱亲近正从事封神 必蒙福 一起读啊 爱亲近正从事封神 必蒙福 犯罪不正从神 必有破坏性 有两条路 两条路 一条是爱神 遵从神 侍奉神 荣耀神 一条是埋怨 烦恼 懒惰 不结果子 两条路 不理会神 没有祷告 很多是这样的 我只要赚钱 赚钱 赚钱 是不是赚钱 就平安喜乐 很多人有钱也会 在家中就吵架 家庭 很多 吵架 不和睦 与气质的关系不好了 所以 钱不是解决问题 神是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去 全然地 常常思想神的事情 常常荣耀神 神就祝福我的生命 你想不想这样啊 选择这条路 永远有这个动力 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这四点 神是充满爱 充满能力 所以不能逃脱 祂的眼目 祂看到我们的内心 你有什么罪 祂都看到 第二 祂很想祝福你 祂很爱你 你听祂的话 尊重祂 爱祂 必蒙福 不尊重祂 必有破坏性 你祷告的时候 你学习专心 我告诉你 我有一机 乘飞机 去宣教 然后 他们告诉我 这个飞机改的时间 你要在飞机场等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但我说什么呢 不要紧 十个小时 我可以庆经神 我可以十个小时 Hallelujah 我告诉你 我想到耶稣 马上能力就流过我的身体的 马上 所以我为你们祷告里面 很多人都经历神的能力 我想到耶稣 马上能力就流过我的身体 喜乐就进我的里面 哇 整个人就轻飘飘 好像飘在天堂里的 所以我专心祷告 我也全心地 是封神 你想不想这样 你将这个教导 放在记忆里 第一个教导是什么 告诉我 讨 讨 讨 什么 讨 神的喜悦 是不难的 第二 爱 信尽 真从 侍奉神 必 蒙福 犯罪 懒惰 必 有破坏性 所以你就说 我要走蒙福的路 我不要吃垃圾 另外一点 不要吃垃圾 吃好的东西 整天思想神的美好 你就说 我有这些好的教导 这些教导好吗 是不是可以教你轻松啊 感谢神 我告诉你 这些教导 这是圣灵教导我的 其实我听到很多 我都没有听过 人这样教导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 我没有听过 是神赐给我的 我也没有听过 这些动力这么简单 尊重神 爱神 尊重 侍奉神 就必定盲福 犯罪必有破坏性 这么简单的教导 圣经说的 不是我做的 是圣经说的 好的 我们再一次站起来 在这里 在前面 然后投入祷告 让神的灵 再一次充满我们 你们站起来 站在这里 全心爱神 专心爱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